首先是由境外结算便利通道的中国银行协办的直通东盟 据中心社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 11号率领大批记者登上了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 卡塔庞当天带着多家外国媒体驻飞机构的记者 搭乘军方一架C130运输机飞抵中叶岛 卡塔庞还向记者们宣称 中叶岛的机场跑道很短 增加了飞机起降时的难度 所以菲律宾有必要对跑道进行扩建 近日来 菲律宾军方一直在持续炒作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活动 借机要求国会增播军费 卡塔庞称 菲律宾军队今后将从内部安全任务中抽身出来 转而应对领土防卫 而中叶岛一直被外界视作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指挥中心 卡塔庞在岛上活动期间 还与所谓的卡拉盐镇长 比图奥农讨论开发旅游及海产资源等计划 据比图奥农透露 菲律宾正在购买船只计划运送游客前往中叶岛 并向中叶岛运送建筑材料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据了解 从20世纪70年代起 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马欢岛 费信岛 中叶岛 南药 北紫岛 西越岛 双黄沙洲和斯令礁等岛礁 非法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宣布为所谓卡拉盐岛群 多年来 菲律宾在这些南沙岛礁上修建了机场码头营房等军用和民用设施 中国外交部此前已经多次明确表示 根据非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和效力这一基本法律原则 中方不承认南沙群岛礁被非方非法侵占的所谓现状 也反对非方在中国南沙岛礁上开展的非法建设活动 5月12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非方邀请媒体抵达南海中叶导达记者问表示 事实证明了菲律宾是真正的规则破坏者和麻烦者 中方敦促非方停止一切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 影响地区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